不是喔 還是蹲在外角 這球打得不錯 平飛球 直接被李宗賢跳起來 空中抓飛鳥 視野給你一個讚啊 接得漂亮 nice catch 而且還好那個跑人也沒有提早起跑 對 要不然就被抓到 趕快回去 不然可能就變成一個雙殺手背喔 李宗賢這個時候跳起來 起跳的時機喔 感覺在空中還有拉一桿喔 這裡看一下 有沒有 拉一桿 對 判斷的蠻準的 喔 四爺直接給你一個讚啊 出棒 有沒有機會 還是被王盛維用空中抓飛鳥的方式 高一點喔 或者是再強一些 沒有越過去 喔呦 直接跳起來 掌握的那個timing也都是恰到好處 出棒 打的是強 王盛維籃下來之後呢 起身傳遞 連續兩個play都是由游擊的管區來處理啊 三上三下結束了五局下半啊 客隊呢還是五分的領先 謝謝 上來的場次有很多啊 對啊 這段時間也都一直在抓 一圈的比賽節奏 因為不是很久沒有在一起 那今天有好的表現 我覺得是大家一起努力來的 因為今天大家 就是也照教練團的方向去執行 那如何去對 然後推行 這樣 盡量去做到教練團 就可以去指示 這樣 然後做好 相信 英雄流流就會隨身 對 畢竟滿臉的時候 看到陳真被三次 會不會有 雖然你是前面還有黑鬥在打 會不會有不好的感覺 呃 我 當然 我是不會有這樣的感覺 因為陳真我覺得他 這一兩場的狀況很特別好 那他也是這一段時間 這也剛上來也還在抓這種比賽的節奏 那 我覺得黑鬥他也是一個 很好經驗很好的打指 所以他是比較確實擊球的打指 所以我是比較放心在攻擊 這樣 看到黑鬥有這樣的一個 非常好的結果 他也帶動我們球隊的騎士 這樣子 對啊 打出全壘打 那喊暫停 暫停你不給 我只好要準備趕快要打 反而是被他敲出了一支全壘打 所以有時候打擊區裡面打者 就是比較擔心就是說 你有太多的時間在準備 你會想的越多 那像剛那種幾乎就是本能的反應 你看到球就直接打 你沒有空間去想 會是什麼樣 所以就是跟投球一樣 可能回歸到 比較簡單的一個想法 那我們常常講說 投打是 在互相要干擾對方的節奏 可是 如果要講起來的話 是不是投手 畢竟他比較有主動權 對當然你說 呃 干擾打者的一個節奏 除了你像像魔力 你有你有兩種 甚至三種 甚至是像Cretel 五六種還給你搖擺 那他就是要來 擾亂打者的一個節奏 好 王聖偉敲出來很打 這位老兄弟呢 今年離隊之後來到富邦隊 這個球他要收起來了 哈哈哈哈 因為是大前東角 他這輩子沒有打過 終於兄弟安打 哈哈哈哈 哈 日本選手 比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